台湾知名大提琴家张正杰最近举办亲子音乐会 他和舞台剧演员赵自强联手合作 要为他的大提琴找新娘 音乐会融合东西方的元素 大提琴先生张正杰他要跟二胡钢琴小提琴还有竖琴联合演出 赵自强会饰演媒婆在舞台上跟音乐家一搭一唱 演出逗趣幽默的提琴大会 这把大提琴跟随台湾一唱 台湾知名音乐家张正杰多年价值高达六千四百万元 已经有三百二十五岁了 今天他突然宣布要找新娘 哎呀你刚才听说有人要找媒婆是怎么样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这个大提琴 他觉得怎么可以不结婚 大提琴还要找新娘 大提琴为什么人可以结婚 为什么琴不能结婚 那有规定吗 也说实在也没关系 反正找我做媒婆嘛对不对 这是今年度张正杰的亲子音乐会 以大提琴卢杰力要结婚 找来赵自强当媒婆 介绍各种乐器 让大小朋友更认识古典音乐 你知道大家在听古典音乐常常不专心听 最主要是想睡觉或是干嘛 我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仔细地去听大提琴的声音 你会非常仔细地去听小提琴或是竖琴 或是管风琴的声音 然后你会很专心地让他 他跟谁比较搭配 其实只是用一个诱音 让小朋友很努力很专心地来听一场音乐会 音乐会中的主角大提琴 以及东方传统乐器二胡 小提琴 钢琴 竖琴等乐器联合演出 带来不一样的古典乐响宴 音乐会中的音乐 我其实做美博 每次在旁边听到罗杰丽 跟那个女方在聊天的时候 我真的都很感动 真的 小朋友你听听看的时候 而且我觉得现场小朋友 听到那个乐器之间这样互动 还有后面的男方代表 女方代表 在这样子在演奏的时候 那个画面是很美的 真的很美 我很希望小朋友们来见证 这个浪漫又美丽的一个相亲大会 张震杰亲子音乐会 以逗趣幽默的找新娘故事 带领观众更认识古典音乐 音乐会中的音乐